抓住台股趨勢 别忘了按赞分享订阅 开启小铃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头顾杨天敌 今天是7月28号礼拜四 开高走低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大涨 你看看美国股市 有时候真的很无奈 美国你看道琼涨了436点 那个涨幅放大一点 涨幅1.38个百分点 纳斯达克指数涨4% 废半指数涨4.76% 昨天出现什么状况 昨天FED升息3 这是大家预估到的 而且鲍尔在记者会当中 也没有变成鸽派 还是基本上还蛮阴的 他说9月份还要升息 升息的幅度要看经济数据的状况 换句话说 基本上他没有转为鸽派 他还是阴派 但严格说起来美国股市怎么反应 你从道琼就很清楚了 本来平民明明突然你宣布之后 你记得会开完之后大涨 那科技股更厉害了 科技本来就很厉害 这是纳斯达克指数 后面极拉出现极拉 废办一样 换句话说昨天晚上本来 升息3码之后 科技股的表现就比道琼来得好 你记者会开完之后更往上拉 那说明什么事情呢 利空出记录 也就是说FED在7月份的升息3码之后 市场普遍预估 因为你的经济在下滑 所以9月份的升息应该两码 甚至可能在两码以下 相对来讲 升息的利空因素 对于美国投资人而言 已经没有放在眼里了 所以美国股市基本上是以利空出境来反映 FED升息3码 而且看它那个走势 非常有可能要展开一波 这一波上来可能是一个终极反弹的一个开始 纳斯达克指数也是这样 拉回颈线然后再冲上去 肺半也是一样 回到颈线位置之后又拉上去 都一样 回测一下颈线然后再拉上去 所以你从这地方来看的话 变成说美国其实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就大环境来讲 美国股市大概 你现在不可能有任何的利空了 你不太可能有利空了 已经不太可能有突发性的利空了 换句话说 所有的变数大概都已经消暑了 所以美国股市的表现非常好 可是台湾 我们确实开高走低了 人家利空出境 我们利多出境 所以相对来讲 我们的一个投资人 应该不能怪投资人 我觉得 我觉得市场派的问题 就是 现阶段来看 你要求那个法人外资回来 那个不太容易 外资 他铁了心要卖股票 因为美元太强势 美元太强势的情况之下 很多的外资之前逗留在台股的外资 他就卖股票把钱汇出去 所以台币就一直扁扁扁 到现在已经接近30元的关卡 所以你要挡住外资的一个流出去 目前看起来不太可能 那就看内资要不要回来 那目前内资不回来 大内高手是不回来的 那我怎么判断大内高手 有没有回来 我有跟各位分享过一个观念 大内高手要回来的话 他一定会产生一个现象 联动 整个族群联动 而且他一定找寻市场人气够 严格说起来 IC设计这个族群 他可以去判断内资要不要回来 你不一定要去买IC设计 其实IC设计要下手也很困难 你也不知道要买哪一个 哪一档个股 但是IC设计可以观察 市场派要不要回来 所以以今天IC设计来看 还是弱弱的 大盘没有跌多少 很多IC设计都中错 也就说明一件事情 目前来看内资没有回来 如果内资没有回来 那台股现在在干嘛 我曾经跟各位谈过 一般的中期反弹会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嘎空头 嘎完空头之后 会进行一个三到五天的修整 目前还在三到五天 我们还在这边修整 然后第二阶段才会往上走 那第二阶段嘎空手的部分 这个地方就不能单靠嘴炮了 也就是说你国安基金去喊话 造成第一波的空头的回补 但是你后面第二波要往上勾 你必须要拿出银弹出来 你要往上砸 它才可能把整个盘面带上去 所以我用大盘为例子 台股的部分就这样 你看到这一波从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 国安基金宣布进涨7月13号 然后爆爆爆爆 涨了一千点 涨了一千点上来之后 第一阶段涨完了 涨完之后 我们必须要进入到一个三到五天的修整 所以我们发现一天两天三天 时间第四天 理论上明天要攻 如果你不攻 大概就拉长时间 那为什么会拉长时间 那就是内支的问题 内支补回来 所以这一波的攻上来 我们称之为嘎空头 那现在进入一个三到五天的修整 修整完之后 如果内支进来嘎空手 那个地方是要放量 所以你可以看那个 我们的成交量都不大 不大有两种好吧 成交量不大 它有两种 一种叫拉回 一种我就把平台 我就平还在那边 我就在这边整理 或者我应该这么说 我把一个范围拉大一点 现在目前这条线是月线 我在月线跟季线之间 我进行修整 是可以的 它不一定要回来 好 那你说要破底 那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个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 国安基金的宣布低点就在这边 国安基金破底还得了 所以再来呢 你要破底也很困难 因为我们的全资股都要往上跑 台积电对吧 台积电目前已经来到季线 台积电目前的股价已经来到季线 虽然尾盘被哪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把他杀下来 我在想应该是外资了 你本来长得好好的 突然给你击杀 这个外资 信王外资的可能性最大 但不管如何 台积电目前的股价 它相对大盘是强势的 我们再看一下 台股目前的走势 这条线叫季线 我们还离季线很远 但我们的台积电已经过了季线 今天是开到季线之上压回来 也就说明一件事情 其实严格说起来 全资股没有跌下来 那大盘要跌下来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 之前会跌 那是因为台积电一直跌 我们的全资一哥在跌 这是指数的部分 刚刚个股非常分歧 个股要怎么判断 我待会跟各位来谈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一件事情 如果大咖没有回来 我们回到大盘 那我们在这个月季线之间的整理时间 会拉得比较长 就是原先我寄望三到五天 明天就开始攻击 但如果没有 大咖还是不回来 那很显然我们在这边要整理 那整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两个现象 哪两个现象 有一种是什么 有一种是你产业没有未来的会破底 会破底 有一些 你不要看大盘指数会撑在这边 有一些产业没有未来会破底 有一些价值低估会往上跑 我来分两个部分 我们来谈 现在的部分来看市场 大概我们了解的一些弱势股的部分 我们用四产业来看 比如说ABF基板 最近很弱 你看那个3037的星星打到跌零 星星到昨天都很强 到昨天都很强 今天打跌零 你就知道一点 那个法人持有太多的 ABF基板 基本上不管是投信还是外资 因为他们长期看好 所以长期有一些 中长期的持股都非常大 所以一旦他的产业有松动 那个中长期的卖压会出来 所以法人持有很多 机构法人不只是你看到的外资跟投信 机构法人持有很多 因为ABF再板 他的产业好到之前好了好几年 好了应该有五年了吧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这些股票不能破 但是我们要看他什么时候止跌 要看他什么时候止跌 这个跌了 这还算是比较强的 你看那个紧缩 你看南电就好 南电应该最弱的 南电准备破底 准备破底吧 ABF基板 那ABF基板看谁 就看星星 就看星星 因为星星比较具有市场性 就市场派会愿意切他 如果市场派不愿意接他就得你满 因为你法人一站在卖方 这个他就会跌停满 好 ABF基板 第二个呢 PA PA是昨天鱼雷雷 昨天的稳帽打了跌停 今天稳帽好像不跌了 一天不作数 我今天刚好跟非凡连线 就问到这个东西 昨天跳空是打跌停 因为稳帽这家公司呢 第二届的财报不理想 然后公司派自己说 自己看不起 自己说第三届还会更差 所以昨天打跌停 打跌停之后到今天 竟然回稳 我先告诉你 昨天的稳帽外资投行都大卖 我不知道谁接的 我不会去接啦 因为我不会去接那个落下来刀子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PA 有没有止跌 PA当然三档啦 8086的宏杰科 好像也没有跌了 好像昨天是 昨天还没有跌停 还可以拉上去 再来就是2455的全新 这三档做观察 全新还蛮厉害的 我突然发现全新很厉害 因为我最近没有在观察PA 但是你可以看到 昨天的全新是打下去拉起来 黑棒看得懂 打下去收上来 然后今天呢 打下去给你收回来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PA的部分 这个产业是弱的 但这个产业虽然弱 昨天中错之后今天回稳了 那今天的ABF再版 如果弱 今天是弱了 明天可以回稳就好 我们希望是这样 你不一定要买ABF基板 因为我不会买 我也不会买PA 好 我先告诉各位 你产业有疑虑的 我都不会碰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第三个族营叫IC设计 我为什么喜欢去看IC设计 你不一定要买 我再强调一次 我也没有去带你去买IC设计 有没有 我们不一定要买 但我一定要过观察 IC设计的部分 它的市场性最浓 那所以IC设计看谁 看资源 因为最近的资源才补跌 有没有出现补跌 昨天打到跌厅 今天打好下掉 法人都站在卖方 所以这三大族群里面 IC设计看资源 资源有没有回稳 然后PA看稳帽 稳帽有没有回稳 然后看ABF基板 看星星 星星有没有回稳 这是弱势 好 这些弱势股 当然你说产业 这些产业都有一些问题 资源其实没什么问题 都被打成这样 那IC设计里面有些有问题 譬如说面板驱动IC 那肯定有问题 那个问题很大 然后主机板有问题 降价 然后类比IC有问题 这个电源管理IC是有问题的 各产能在松动 你要了解一个状况 这些股票去年很会赚钱很厉害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它产品涨价 如果产品开始跌价 我常常跟各位谈一个观念 面板这个产业 如果有问题 它就真的是有问题 对啊 景气循环 这个面板叫做景气循环股 你们大家很多人不晓得 其实面板叫做景气循环股 景气循环股 好 破底了 大盘没破底 有达破底了 有达为什么会破底 公布第二季亏损 来了 之前很会赚对不对 我再讲一次 很多没有搞懂的概念 之前很会赚 第一季还赚五毛 去年好会赚了四块 五块 赚六块 去年有达赚六块 今年第一季赚五毛 第二季开始亏损 这叫景气循环股 所以景气循环股的一个部分的特色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了解 那目前你的景气循环是在相对来讲是转弱的 你们就不要碰 面板如此 面板驱动IC 一样 好 但是面板不重要 因为没有市场派会去管面板 同样的逻辑 还有一个叫记忆体 我也不会碰 因为也不会有 目前它的产业是走弱的 也不会有任何的 这个市场派会去推一个这个产业再往下掉 好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现在的大内高手没有进来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要针对个股 就回到我原先跟各位谈的价值低估的股票 我们先进去 如果要做的话 我可能不会考虑族群性 我会考虑价值低估 譬如说 当初台积电往下掉的时候 我有跟各位谈过一个状况 当时台积电达到433块 为什么这次台积电那么厉害 好 之前的外资一直喊台积电要8001000 有没有 我当时候告诉你那不可能 不可能 原因太简单了 如果你懂产业的评估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些外资随便喊随便喊 很简单啊 台积电到底赚多少钱 去年赚22到24 我们当时预估是这样 结果你给我喊1000块 你喊1000块 那个本益比是给50倍 给50倍只有IC设计 给50倍不会是金元代沟 我们先了解这个状况 现在股价跌下跌到433块 跌到这边 今年台积电要赚多少钱 32 那还会往下跌吗 你去算一算它15倍本益比 之前愿意给你50倍本益比 现在你愿意给它15倍本益比 如果我给台积电15倍本益比 它如果今年赚32块 那个叫480块 这个观念我不止在 我的节目当中有跟各位分享 我跟非凡联系的时候 也分享这个观念 当时的股价还没有上来 我当时又谈到这个观念 同样的逻辑拉回来 这叫价值低估嘛 所以我们在会员在做的观念当中 开始往价值低估的股票走啊 比如说 我买的广基 我50块买的广基 好 现在已经来67 我67块已经获利下车了 今天创新高之后又压缓 我50块买的广基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买它 接单接到年底 今年会赚6块钱 50块去买 本益比大概是8.3倍 那工业电脑的合理本益比区间在8到12倍 我买8.3倍是不是合理 所以50块买 赚了34% 67块我获利下车 同样的拉回来 我后来跑去买什么 国具 我买来这一天 键号这一天 好 我买来这一天的国具 我最低买302 最高买312 那今天国具最高已经来到347号 好那为什么买国具 一样逻辑 一样逻辑 我逻辑讲给你听 国具今年要赚42块 然后呢 我买在302的本益比是7.2倍 被动原件的合理本益比区间叫8到12倍 所以我是买价值超跌 我早买在336以下都叫做价值超跌 今天售盘340块 他才刚回到8倍每一笔 好 所以同样的从这个302涨到今天347 我赚了45块 大概15% 大概15% 再来呢 我买了什么 371的日月光 目前跟各位谈的 除了广基我获利下车之外 国具日月光我都还在 日月光我买了75 今天最高来到87.8 我买了这一天 国安基金宣布进场这一天 我买了75 那为什么买日月光 日月光今年要赚12块 今年的日月光要赚12块 我买在75块 买在本益比是6.3倍 封测的合理本益比区间 要6到10倍 我是买在下源 到今天来到87.8 我已经赚了12块 我已经赚12块 然后呢 赚了17% 最近买的 最近买的叫做1513的中心店 我买在53 我是这一天买的 礼拜二买的 除完洗之后的隔一天 我买这一天买在53 那买中心店 因为我预估中心店今年赚5块钱 所以我买在53买在本益比10.6倍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呢 对到今天来到 最高来到57块半 最高来到57块半 最高在这边 57块半 所以我大概赚了8%左右 好 那目前都还持有 我除了广基获利下车之外 刚刚谈到的国具日月光中心店 我目前还持有 所以这叫做价值低估的悬股法则 价值低估的悬股法则 如果大内高手不进来 很可能台股目前在15000点这边会稍微震荡 而且时间会拉长 那我先从 我先不从族群性去着手 我先从什么 你个股本身的利基点着手 所以价值低估的股票 我的原则很简单 我买在合理本益比区间的下缘 甚至在超跌的位置 那我的安全度就够高 像这样的股票有很多 有一些还没有正式发动 有一些还在层级 但正是因为他们在层级还没有发动 所以股价还没有大涨上来 没有大涨上来 如果它是珍珠 就一定会发光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价值低估 是我目前选股的逻辑 从价值超跌的角色上面去找机会 那我想我的口袋名单有很多 有了机会 我会带你进场 谢谢收看 年同时间 再见 拜拜 拜拜 下个不好 就是你